我们看这一题 他问说 这个方程式有几个根 这个方程式的话,我把s平方移过来 就2的x次方 等于 s平方 这个方程式它的根 就等于这个函数 跟这个函数交点的x塑标 也就是说 y等于2的x次方 与y等于s平方 这两个函数图形 它的交点的x塑标 好,那我们把这个函数图形 把它画一下 这个是指数 所以它图形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个的话是多少呢 401 然后这个函数图形 s平方的话是抛一线 这样子 不过这个蛮难画的 蛮难画的 好,那现在的话呢 他问说 这个有几个交点 乍看之下 它好像有两个交点 事实上不然 它应该有三个交点 为什么 当你x很大很大的时候 这个 指数图形 跑得比它快 跑得比抛物线快 抛物线 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指数寒数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到最后的话 这个的话 这个会追上这个 这个会比它抖 这个会比较平 这个的话呢 是这个 它会追上去 然后最后呢 会有交点 我们现在实际 给它带数值来讨论 首先的话 在0 跟那个 护1的地方 会有个根 这个如果是护1的话 我把这个函数 叫做 第1个函数 我把这个函数 叫做第2个函数 我们给它带值 看看 我y 我给它带的话 带护1 这个是等于 2分之1 2的负义次方 这是2分之1 那y 2 我也给它带1 这个是等于1 也就是说 这个函数 指数函数 比什么呢 抛物线还要小 就在1那个地方 就指数函数 比抛物线小 这个带进去 这是2分之1 这个带进去的话 这个图画得不好 这个带进去的话等于1 也就是说 y1 负1 负1 它是小的多三 y1 再来呢 我们给它带0 带0 带0的话 就是y1 给它带0 这带0等于1 这等于1 0 这个可以大于多少呢 大于这个y20 这个函数给它带0的话 这个函数值等于0 就这一点 就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指数函数 比什么呢 比那个呢 抛物线要大 那我们现在 它从什么呢 指数 抛物线比指数大 变成抛物线比指数小 它一定要通过什么呢 指数函数跟抛物线一样 的一个点 那这个就是它的根 就在这里 这个就是所谓的看根定理 所以当你呢 当这个函数比它大 变成这个函数比它小 它要经过什么 经过这两个函数一样 好 所以呢 这里就有一个根 第二个根的话 很明显 当我呢 X带多少 带2的时候 刚好什么呢 刚好就呢 重点 带2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话 就有一个共同的根 好 那 0到2的话 0到2之间的话 都是什么 都是指数函数 比什么 比那个 都是指数啦 指数函数比什么呢 比那个抛线 要呢 指数函数比抛线要大 指数函数比抛线要大 这个在0 跟2之间 0到2之间的话 都是什么 都是指数函数比什么抛线大 好 但是呢 当你什么呢 当你这个 X带很大很大 比如说我X给他带多少 带100好了 那Y1 100 Y100的话 这个是等于多少呢 这个是等于那个 是应该是这样讲的 然后再来 再来 再过去 比什么呢 比2大的时候 比如说带3 Y1 带3 这个时候的话 指数函数就比抛线要小 Y2带3 我们3给他带来看 我们3给他带来看 这Y1 你给他带3的话 2的3就是8 这给他带3的话 3的平方这是9 这是9 但是呢 当你什么 当你那个 Y给他带很大 X给他带很大 很大的话 这个又比他大 比如说也要带100 Y 事实上不用100 事实上的话 带多少呢 带100 带10好了 带10还是不行 带10的话 带10的平方 还比什么呢 2的 10次方 它已经比较大了 为什么 因为2的5次方是那个 32 这个时候就比较大 所以我们X带10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Y1 第1个函数 你给他带10的话 X带10的话 这个是等于 2的10次方 2的10次方 是2的5次方的平方 2的5次方是32 32乘以32 这个呢 汇大于多少呢 大于这个 10 10的平方 我叫Y2 10 这10的平方 12的平方是100 100的话呢 是比他小 因为这是32乘以3 是10乘以10 也就是说 你带多少呢 带这个 带10的话 Y1 带10的话 它会大于Y2 这是10 也就是说 这个之间的话 会有什么呢 会有什么呢 就从这里到这里 会有个根 事实上那个根就是2 从这里到这里会有一个根 因为它的函数呢 从1比2到 变成 1比2小的话 它会通过一个 1等于2 第一个函数 等于第二个函数 从这里到这里会有个根 从这里到这里也会有个根 所以这里就有两个根 这里的话也有个根 所以总共有三个根 所以答案是三个根 不是两个根 是三个根